她和我母亲像仇人一样相处 我夹在两人中间特别为难 我觉得她母亲的生活习性 一般人都难以接受 我已经尽力去容忍了 我觉得她根本不体谅我 而且每天想着唱歌也不找工作 我真的很喜欢唱歌 但是她不理解我 非逼着我去做那些 我不喜欢的工作 我说什么她都不听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黄先生51岁来自安徽 自有职业 有请黄先生 鲍女士37岁来自安徽 无业 欢迎两位 您有51岁 像吗 不是 我问您有没有吗 有 我天哪 51岁 好年轻 好年轻 这是保养得好啊 保养得好 您嫁给她多久了 嫁给她一年 您是初婚 二婚 有孩子吗 有 离异多久 然后又跟这位女士 将近十年 您是初婚 我也是二婚 孩子都在跟你们生活 现在我们是住在我母亲家里 住在你母亲家 对 您结婚有孩子吗 结婚我们刚有个宝宝 四个月大 你们俩又有宝宝了 对 我跟我的前夫没有孩子 等于你们结婚一年 是吧 对 孩子也有了 是的 是这意思吧 是的 认识多久结的婚啊 认识有半年多 速度挺快啊 资料上面写得很有意思啊 您叫自由职业 我一听这自由职业 我就比较好奇 自由在哪儿 干嘛的 不是上下班时间 不是太固定啊 工作内容呢 也不是太固定 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 都不固定 您等于没工作 对 是吧 是因为刚有孩子 对不对 是的 住在您母亲家 是的 现在您先生 跟你母亲的关系不好 是的 所以今天来这儿了 是的 我们就弄清楚 基本情况 怎么回事 住人家 还跟人妈关系不好 结婚不久呢 她就怀孕了 因为我和我前妻呢 有过一个孩子 深知这个养孩子的不容易 我就不想要孩子 但是我岳母呢 她认为退休了 每个月固定工资 另外一个呢 我爱人呢 她在家里是独女 父亲呢早点去世了 所以他们母女呢 相依为命 现在呢 有一个小孙子以后呢 那么她就职业要药 同时呢 我现在这套房子呢 你们倒是可以住在我这里 既然丈母娘这么说 我还能说什么呢 就有了孩子 原本您是不想要的 是吧 对 是被丈母娘开除的优厚条件 吸引了 所以才要了 是吧 你和你母亲都特别想要这个孩子 不是 是这样子 主持人 因为我现在这个年龄 已经也快四十了 而且我前男人婚姻 也就是因为 结婚了几年都没有孩子 好 好 好 所以了亲朋好友 而且是对方的家人 都认为是因为我造成的原因 所以对我的伤害是特别大的 所以你生孩子 你是要证明我是能生的 是这意思 对 所以我特别想要这个孩子 所以你看这孩子 爹是不想让他来 妈是为了 向所有人证明我能生 所以你看这孩子 来得真不容易 那就接受现实呗 又住到丈母娘家 丈母娘又给照顾孩子 不是挺好的吗 开始呢是还可以 过男生渐渐的呢 我就发现啊 我这个岳母啊 这个李家的能力比较弱 家里呢搞得乱七八糟 说的难听一点呢 就是垃圾场 因为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我父亲就去世了 然后带着我一个人 平时也是省吃俭用 其实累下来了很多东西 他也舍不得扔 每个月的工资 也就两千多块钱 然后呢 他们就非要把他的东西扔掉 他也舍不得啊 他认为他把他的东西扔掉 以后还要花钱来买 所以他就特别节省 这也是他长期习惯 所以这个家里 并不像他说的那样 是的 我们有没有他们家的这个 照片或者视频什么的 大家能不能看一看 我们了解一下啊 这 这是什么呀 你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环境里 第一张图片 那就是一个比较小的房间 我们称它为储藏室了 这储藏 储藏室 对 第二张呢 这一张是我们带着宝宝住的房间 稍微好一点 行 这个就是我妈的房间 她的房间我们都不进 这是一个几居室啊 这是老房子 是八几年的房子 是三十一厅的 开间度比较小是吧 对 也就是七十几个平方的房子 不是你为什么不收拾呢 不让收拾啊 不仅如此呢 特别是让我不能接受的呢 还是她的另外一个生活习惯 比方说家里吃剩的那个剩菜剩饭 她因为呢 这个保管不当 然后有时候变质了 她依然把它拿出来热一热 端上来给我们吃 她这又是这种习惯呢 你叫我也没有办法 后来那你出窝里以后 她也没让你吃啊 她自己在那吃啊 她自己吃对身体也不好啊 况且她吃饭的时候 跟我们扒在一起 闻的那个嗖味 我真的受不了 而且你平时 你也有很大的洁癖啊 我相信她没有洁癖 你误解她吧 有洁癖的环境 她待不下去啊 不知道 主持人 你根本就不知道 她也有很大的洁癖的 她每天回家的时候 光洗个手都要洗个一二十次 洗个澡都要洗一两个小时啊 还有卫生间 二十多瓦的一个大电灯泡 她一洗个澡都要点个灯 点那么长时间 很费电脑 我们家的那个水表 夏天人家就要几十块钱 我们家都要一两百块钱 所以我妈就看着这个都很生气啊 她心疼啊 女岳母应该看不上你吧 这个不知道 得问她妈呀 您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对我还行吧 如果不行的话 怎么可能坚持要这个孩子呢 那是对孩子行 不是 你们为什么不自己搬出去住呢 这么大冲突 我也很想搬出去啊 关键是我们自己现在也没有自己的房子啊 她也没有稳定的收入啊 一天晚上就是唱歌唱歌唱歌 她就是整天把唱歌当成一种事业来做 像她这种灵力 你觉得这是很妥当的吗 我不是觉得这妥当 不是你们也有孩子了 老人那么老了 那应该自己独立生活 我们搬出去租房子也没有收入 那你们俩靠什么生活呢 现在就是靠我以前 还有点积蓄 你也五十岁的人了是吧 是 我是爱唱歌 我觉得唱歌也能成为职业 但是呢她不理解 你也是五十岁的人了 你也有老朋友孩子 您得养家吧 是 因为正规的工作呢 她就不能唱歌了 所以我现在想找一份呢 又适合唱歌 又能工作的工作 不是您现在在干嘛 您能明确地告诉我吗 她现在接活 什么叫接活 所谓的接活就是 比如说人家有什么活动啊 请她去唱首歌啊 唱首歌给她多少钱啊 是一句叫接活 她除了接活之外 平常干嘛呢 在家帮我一起带宝子 也没有收入 是这意思吧 是的 那您这不行啊 这娃娃养活啊 那您可以踏踏实实地 干点别的事啊 因为我去外唱歌嘛 所以你第一次离婚 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啊 不是因为这个 因为感情不和 这也没法和呀 天天就唱歌嘛 我不能说不务正业啊 就是您是把您的理想 反正都去追了 身边的人一个一个 也都伤了 你当时喜欢她什么呀 跟她谈恋爱 就嫁给她 因为我那个前夫 对我不管不问的 什么也不过 后来我见到她以后呢 我觉得这个人 虽然年龄比我大一点 然后对我整天 血寒温暖的 也挺关心的 跟我前夫比起来 对我挺好的 这前方面 你就算跟我移动房子 又怎么样呢 只要她有上进心 就挺好的 对 你觉得她有上进心 对 是你的灵魂伴侣是吧 对 行 接着问啊 跟你丈母娘现在关系 到什么程度了 有一次呢 为了看她呢 做家务有时候 也是挺辛苦 那么我就安置了洗衣机 但是呢 怎么也不用 问她呢也不说 那您用不就得了吗 我妈不是还是因为 省水省电吗 特别是有一次 我无语当中呢 听见她母亲 和她的一个朋友 在视频电话 电话里呢 就跟那个朋友诉苦 说我们是来啃老的 我们是来霸占她的房子的 她说的有错吗 因为在这个结婚的时候 我就告诉她 不想有孩子 那么她那样回答的我 现在呢 又这样跟朋友说 所以让我呢很无语 所以您心里还不平衡 是吧 是 那您跟她母亲 发生过正面冲突吗 有过 为什么呢 那天呢 当时因为 我和她带着孩子出去 然后回来有些晚了 晚了以后呢 这个孩子就有一些 阴阴压压的 然后这时候呢 我就和她抓紧时间的 把孩子就洗了 即将要洗好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孩子呢 可能是因为太困了 哭闹个不停 结果她母亲 就从她房间里出来了 说哎呀 怎么了 怎么了 就要帮忙 因为这个时候呢 孩子已经洗好了 我就说妈 不用您再费心了 这个时候她就不高兴了 妈 不要我搞事吗 好 我不管你们了 然后呢 就跑到我爱人跟前 挑拨我们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时候呢 我爱人冲了进来 摔门摔凳子的 把孩子吓得哇哇大哭 根本就不是这样了 主持人啊 另一天她就对我妈 冷冰冰地说 我不要你帮忙 我就质问她 我说你怎么能 对我妈这么说话呢 她说为什么要 让你妈帮忙啊 现在告诉你 我实在没有办法 跟你妈生活下去了 我给你两条路走 要不然我每个月 给你一千块钱 算是我给孩子来分钱 以后我再也不来 看你和孩子了 要不然你就跟着我走 从此我再也不会 待见你母亲 你自己选吧 我当时就实在没办法 我就灌碗了 还把我家门锁都摔坏掉了 后来她回过她父母亲了 我没有办法 然后我就在家哭嘛 然后后来我也 为了孩子怎么办呢 我就没有办法在我妈这边 然后也做我妈的饲养工作 后来我也 第二天 我当时也给她母亲打了电话 我就把事情也说了一下 然后过了两天 我也给她打电话 然后我又主动到她家去 让她妈帮我去圆场 后来我又去请她回来了 现在两个人见面 就跟见仇人一样 她也不理她 她也不理她 不是 你们就搬出来吗 我现在搬出来 现在没有周若 想搬走是吧 说说下一步的规划吧 人到弯腰处必须要弯腰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考虑到我们的这个情况 也考虑到她母亲的现实情况 因为毕竟那个岁数了 她呢又是独生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暂时呢 就还住在这个家里 行吧 说白了 现在你们的生活来源就是 她老母亲的钱 加上她以前工作的钱 是这意思吧 您就吃这俩女人呗 有时候也挣点 够您吃嘛 就是苦一点 真是 您现在是不是还痴迷于这个唱歌 是 咱找点踏踏实实的事 给孩子挣点奶粉钱行吗 我说了吗 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地 寻找一个合适的工作 这稍微呢 肯定要一个小过程 如果选择唱歌和孩子来说 哪个对您来说更重要 都重要 你去选一个吧 目前来说呢 一边是我的演唱事业 一边呢是我的孩子 不是咱 咱得生活吧 您都五十一岁了呀 大哥 我的妈 你离开她 你跟你妈带那娃行吗 就是你跟你妈带娃 那就少一个人的开销嘛 我没别的意思 至少你妈也不生气 对不对 少一气她的 再加上她再给你们 一个月一千块钱奶粉钱 这不 这不 至少生活稍微好一点吧 为什么不这么考虑呢 我说考虑到 宝宝曾教就缺少父爱了 我想跟她一个完整的家 我的天哪 一个五十一岁的人 都到现在为止 孩子在那儿嗷嗷待哺 他不去挣钱 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一个月拿两千块钱的退休金 养活着她儿子和媳妇 这 这 这什么梦想啊 你们来吧 来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区 我想跟你说你比我年长一些 叫你一声大哥 又是老乡 在安徽有好几位 中国好声音走出来的歌手 我跟他们也比较熟悉 歌唱事业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 他们曾经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大放异彩 但是比赛结束之后 歌唱的道路也是非常艰辛的 如果真的把它作为一个职业 一个事业来做 这条路尤为艰险 你想他们已经取得了那么大的光环 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算是成功了吧 但是 如果把它作为事业和职业来做的话 还是那么艰辛 应该说 你离歌唱的成功 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 你只是说通过一些熟人介绍 能够接一些活 我们都是行业里的人 你完全没有在歌唱上的 这种成功的希望 在51岁的年纪 你是靠一些关系 接一些零散的活 有一些贴补家用的钱 而且这些钱是微乎其微的 我再问一个问题 你和前妻的儿子 你付过这个抚养费吗 有 抚养了十八岁 每个月是多少钱呢 七八百块钱 所以到这个时候 你说给一千块钱 让他们一个月 把这个孩子给照顾好 我都挺吃惊的 大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51岁了 可能我们不再是21岁的年龄 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个梦想 我们可以为他付出 花很长的时间 现在你再去这个梦想 我觉得太晚了 你能不能脚踏实地一点 面对着这一家老小 咱拿出点实际行动 你说你一直在找 在等回音 我觉得你其实是一直在回避 你觉得你高大上的梦想 配不上这些 脚踏实地的工作 你不能够容忍自己 那么美好的声音 在这些一地鸡毛当中 散去了 其实有那么多工作可做 你刚刚说的时候 我就在想如果能够迅速改变 这个家里情况 你可以租一个房 做快递送外卖 其实这个是非常快的 收入也很高 而且迅速地能够改变母子的 这种生活状况 可以马上搬离这个家 租一个你们自己的房子 你考虑过类似这样的工作吗 还是你觉得这些工作和你的梦想 完全不匹配呢 当然不匹配 我要实话告诉你 你是安徽人 你一定认识我 我已经做了快三十年的节目了 可能在你们的眼中 你们会觉得 我算是成功的人 但是我依然在很努力 因为电视 可能是我的一个非常好的职业 但是我知道 我不能永久地在这个屏幕上 我其实在找各种各样的事情 在为未来或者现在的转型做准备 我相信各位其实都是 他们都不仅仅只是在屏幕上出现 有的写书 有的在当老师 我们都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一无所有 还不努力地去想办法呢 现实就是这样 当我们有了孩子 有了家庭之后 你其实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包括你孩子 未来你的小儿子长大了 他会看到爸爸在家里扮演的这个角色 在社会上扮演的一个角色 对他 你觉得会是一个好的正面的影响吗 我特别难过看到我的老乡在这哭 然后用香音 在斥责他选择的这个男性 我很心疼他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你 因为对方 他如果不改变的话 其实你多少眼泪都是无济于世的 你的母亲和你相依为命走到现在 无论他有多少的恶习 他岁数大了 他还在拿钱供养你们的一家 说起来真的让人揪心 妹妹 如果他靠不住你就靠自己 你养妈妈和孩子 好吗 谢谢周青老师 来 吴琪老师 寄生虫啊 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 今天你拿几张老人的照片出来 你想说明什么 说明问题都是老人的 我可怜的小孩你知道吗 有一本书 叫无良是一种病 说有一些人是天生没有良心的 所以今天他站在这 他口口声声说梦想 说我要追求什么 是在包装自己 掩饰自己是没有良心这件事情 对妻子也好 对孩子也好 他觉得跟我没有关系 我只要追求自己的梦想就行了 所以我给你一个建议 我和周青老师想法不一样 我都不觉得你应该自己带孩子 我觉得你就应该把孩子丢给他 你还是可以去看啊 还是可以带孩子去上学 放学可以啊 你去找份工作 改善一下自己的人生 他没有工作 硬生生你拖的也是无业 那小孩以后怎么生活 父母两个人都是无业 小孩以后怎么办 越是针对无良的人 就是越要给他包袱 给他压力 把他该承担责任给丢给他 让他无处遁形 没有地方可逃 这个时候你能够带给你孩子的 可能才是一个真正的 有可能的将来 就这样吧 谢谢陆琪老师 来 善娜老师 您是唱歌是吧 唱什么类型呢 通搜 您能现场给我们唱两次 千万别让他唱 他来的目的可能就是唱歌呢 不是 咱看看他五十多岁 唱成什么样啊 你看什么 他挣不到钱就已经说明了 还要看什么 你唱了正好重大下怀了 到五十岁还没实现的梦想 您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痴心妄想 你识谱吗 识简谱 识简谱啊 开声吗 练嗓吗 每天吊嗓吗 有说练 音准程度呢 试唱练儿怎么样 如果真正懂梦想的这个人 他一定明白 自己要先为梦想做什么努力 否则就是在玷污这个词 你101岁也实现不了 真的 所以现在目前 经历这样的现状的时候 就只能跟女士说 你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人生 都是你自己找的 你当时也就是 被他的这个东西吸引了 你称之为这什么 你称之为上进心 人家一直在秉承着自己 这样的上进心 在跟你生活 你现在怎么又受不了 你不是一定要要这个孩子 要证明你自己能生育吗 所以现在把自己陷到这种程度 就是你自己嘛 那怎么办 你不能让你妈七十多岁了 还跟着你遭这个心吧 你说不能缺少父爱 就是有这样的父爱在身边 你觉得儿子未来 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然后你还去他家找他 把他请回来 哎呦我的天哪 你 所以你别哭 真的 你要真的觉得委屈 真的觉得 这日子特别难 你不要指望他改变 你把他踢出家门 赶快走吧 这样的现状 他未来有什么希望啊 你 你不是葬送你 葬送你妈妈的人生 葬送你的人生 还葬送了孩子的人生 就为了孩子 赶紧想办法 明白了吗 好 谢谢夏娜老师 来 图老师 说句实在话 说句实在话 这位大哥之所以今天能站在这儿 接受大家所有的指责 不是因为他的抵抗能力有多强 是因为他真的觉得自己五十一岁 但他比我们都帅都年轻 大家不觉得吗 其实五十一岁的年纪不重要 关键是人家看着比我们都年轻 我比他小九岁吗 那不显然看着比我年轻吗 年轻就是资本嘛 就拿得出手嘛 对吧 你虽然比他小十几岁 你看着跟他也差不多是同龄人 说白了你们两人所有的行为 就是在等你的母亲和他的父母 百年之后嘛 有两套房子 如果以今天你们对自己的认知 你们对人生的复盘 你们肯定不会再有钱买新的房子 你们大不了也就是租房子住 所以到头来他父母的房子 和你母亲的房子 的确最后就是落你们手上 我相信你们也不是没这么想过 他们即便是不劳动 不辛勤工作 最后也不会期无定所 所以我们今天说什么 你为了孩子自救也好 他不要为了所谓的痴心妄想 而慌度时间也好 这都没用 如果我们说话有用 你们的事不会到这儿来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希望他跟母亲 搞好关系 对吧 如果你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 那你就可以温温自己 一个拿两千块钱的七十岁的老人 他要怎么省吃俭用 才养得起一家四口 他不吃变质的菜怎么可以 你光水费就一两百 他如果不这么省 怎么养得起你们四个人 他不自己吃那变质的菜 他怎么养得起 我问问这位大哥 我问问你 拿两千块钱给你养四口人 养一个家 你怎么去精打细算 怎么过日子 你回答我呀 回答不上了啊 所以你去想想那种生活场景 刚才已经给了照片在那儿了 你说你们房间挺干净的 老人家房间是那样 你说老人家不让你们进去打扫 对不对 但是你想想看 他如果不省吃俭用 他不居住在那样狭窄的空间里面 他怎么可能维持你们现在的生计 我也不要求那么多 也不要求你跟他要离婚还是怎么着 但你自己要找工作 你可以继续跟他在一起 但你要找工作 因为他养不起孩子你得养 对不对 如果你对你的母亲还有一丝良知 你不要让老人家在余生之年 过得特别难受 你说呢 别的就不多说了 至于他你想怎样就怎样吧 有点 好 谢谢图老师 只是想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特别美丽的谎言 今天我们看到了两个美丽的谎言 一个谎言叫梦想 就有人借着梦想之名 行生活懒惰之事 面对生活一步一步地妥协 之后他说 我是因为要追逐我一个梦想 我相信在这个现场的所有人 没有一个人是以成功来衡量一个人的梦想 是否伟大 我们是没有的 梦想没有高低 但是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 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很美的梦想 他把身边的所有至亲的人全都踩在脚下 一个一个一个地去伤害 让他们哭泣 我想知道完成这个梦想 有意义吗 请您回答我 求教一下 第二个美丽的谎言 就是这位女士说的 有很多人在这个择偶的时候 或者交友的时候说 这个人要有上进心 请问什么是上进心 只要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面 平凡地去工作 认真地对待自己和身边的每一个人 不是挺好吗 您上进吗 你们的生活你们自己选 接下来一起进入他们的真情六点 好香喔 好香喔 叫做香菇 你叫做香菇 有什么噜 鬼泥 你叫做香菇 一口礼 您一口礼 照的 不用轻 一口礼 请关门 请关门 我相信真是怀揣梦想的朋友 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梦想 而伤害自己的亲人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接下来咱们开门看看这对夫妻 他们怎么表达他们的这种情感 来 请开门 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谢谢 谢谢 来 两位小朋友请回 51岁的人还不能养活自己 还要吃一个七十多岁的 别人母亲的这个公养 至少应该对人好吧 能对人家妈好点吗 你想想这事吧 签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跟老师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伊贝诗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跟老公结婚四年了 收入本来很高 现在生了二胎 公公婆婆从老家搬了过来 说是要照顾我们和孩子 但一分钱没带 房子是我们花钱租 生活费我们给 后来甚至把老公的 几个姐姐也叫来了 我们的负担越来越重 根本存不下钱 还不如请保姆 但是老公觉得都是一家人 照顾孩子肯定也更用心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不是所有的婚姻都适合一个大家庭住在一起 这段话其实希望你的老公更多的听一听 因为婚姻毕竟是两个人要共同面对的日子 而大家庭的介入其实是帮你们忙 如果不是正忙反成倒忙 真的要好好的和丈夫商量一下 如何处理 我建议你一定要坚定地亮出自己的底牌 不愿意共同相处 那就要说出来 当然如果是父母需要赡养的话 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也需要你们全家坐在一起 好好地商量 欢迎inar这个人 或许多介绍 powerful 我是 打辛兔imiz abord 本就没有